今天丽家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为什么小伊克拉 哪怕是IJ颜色的钻石 在钻石表面都不会看起来有发黄呢 好 这要从钻石是怎么样被鉴定说起 它是底朝上被鉴定的 所以底朝上被鉴定的原因有两个 最重要是第一个 那就是钻石的颜色集中在底部 所以这样有利于鉴定者去进行和钻石进行比较 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钻石的底部在整个一颗钻石当中颜色是最深的 所以good news 那么钻石在钻石整个颗钻石颜色最浅的是哪里呢 是它的顶部 而我们恰恰就是镶嵌起来 是看到顶部的表面的对吗 而这个地方是整个颜色里头最浅的 所以当鉴定师鉴定出一个颜色 比如说它是I的时候或J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那它是在底部最深的颜色 但是表面上到了上部的时候 它颜色其实已经都是G或者是H颜色了 颜色要淡了很多 再加上如果它是比较小的钻 色量本身就小到顶部更少 再加上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如果它切工很好 颜色有白光够多闪烁的光够多 那更就遮住了钻石颜色 所以说切工好的小钻石的I和J 其实是非常可以考虑入手的 如果你的预算比较紧张的话 当然大颗粒的钻石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但是每颗钻石要分别对待 因为你要看多大 要看色量有多少 它切工要怎么样 但一颗拉以下的 大家尽管真的可以考虑买I或J Colored 好的 李嘉宇你 钻石有约